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负责人 说到做到 绝不欺骗别人 这样的人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 帮助 孔子说 人无信不虐 老祖宗把信看成道德的最低限 一切法都是从信的成就 如果没有信 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 信这个字在儒家 也可以算是儒家的五界之一 五常里面 仁义礼仪之信 它有信这个条 而且这个字 在儒者来讲 非常重视 人无信则不利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讲信用 不讲信用的人 在社会上很难立足 与人与我 一而再 再而三的是信 以后就没有人能够信任你了 到社会上一般人都不信任你了 你在这个社会立足就相当困难了 那么这是 无常之一啊 我们要想成就自己的德行 恢复自己的信德 真的 从哪里开始呢 要从不忘于是 不忘于就是谁 诚实 守信 这个确实是德行的根基 说话要算话了 这叫信了 说话不算话 这个不守信用 不守信用 别人不敢信任你 不敢依托你 所以在过去古老的中国 儒家教学常说 人无信则不立 人要没有信用 在这个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 为什么呢 大家对他打问号 不敢相信他 大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 不敢让他去做 他没有信用 那么我们想想 他还会有什么成就 纵然有一点小成就 终究啊 他要失败 诚信的人 在社会上啊 自然会得到大众的信任 尊敬你 支持你 你的事业了 一帆风顺了 所以 人一生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 要得到大众的勇护 要得到大众的勇护 诚信是你的第一 那我们要怎样建立成信 人际关系当中 要什么样呢 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人与人相处 中国古人讲啊 人无信则不立了 你没办法立足在社会 可是我们处在今天这个社会 找到一个诚信的人呢 是稀有啊 而且诚信的人 那些笑话呢 傻瓜了 但是记住 祖宗讲的 傻人有傻夫 所以傻瓜不错 他有傻夫 精明伶俐的人呢 他后头有窝包 他没有傻夫 还是傻瓜好 应该要学习的 信 人以为信 说话要算话了 说话不算话 那是欺骗人的 凡是欺骗人 一定是自己欺骗自己 不自欺的人 不会欺骗人 欺骗人的人 肯定自欺 诸位 冷静去想想 去观察 你就明白了 真的是 自欺而后才欺人 自欺是什么 魅浊良心呢 自己知不知道做亏心思呢 知道 不是不知道 知道自己骗人 知道自己行为 并不是正当的 为什么要做呢 有利益可图 他不晓得 他所屠得的利 是他命里头本有的 因为用不正当的手段 欺骗得来的 把他命中的那个佛报 已经遮损了很多很多了 打了很大的折扣了 他还自以为聪明 明眼人看到 可怜明者啊 他真可怜啊 宋朝 司马光 大家都知道 这宋朝的宰相 司马光曾经说 他一生 没有一桩事情 不可以告人 一生不忘日 一生 除世代人皆无真诚 不自欺 不欺人 心地光明正大 这是世间一个 闲人君子 上前能走到 学佛的人要走不到 怎么会有成就 司马光 也是个清晨的佛教徒 这些古圣先行 都做出榜样 给我们看 让我们学习 啊 他欺骗我 他愚痴 他不知道 事实真相 我不欺骗他 我明白 我了解 我这样做 是得智慧 得佛报啊 欺骗别人是 这损自己的佛智 我怎么肯这样做 你一切众生 言而有信 我说到 一定做到 你这样子做人 社会大众 对你信任啊 知道你可靠啊 能够一生不欺骗别人 不说假话 这个人 是个有德行的人 这个人 是一个善人 佛门将的 善男子善女人 他们修行能振护 他们在世间 无论从此哪一种行业 他有成就 为什么 他有成信 这信字重要啊